两家大型银行上条新TH案的所息上限0.25厘,市场预期会起带头作用,新TH案揭利率会由2.5厘,上升至2.75厘水平。 新TH案揭利率上升,其实会有多层次的影响。 两家大型把新TH案的所息上限上条,由之前的P,5厘,减2.5厘或P,5.25厘,减2.75厘,上条至P,5厘,减2.25厘或P,5.25厘,减2.5厘,即利率由2.5厘升至2.75厘。 虽然之前已有个别中小型银行上条新TH案所息,但多数银行刑事案兵不动,而预期两家大型出手后,整体业界会跟随。 新TH案所息上移,至少有三层影响。 一,新申请案揭入息需求微升,银行指示上条新TH案的所息,并不会影响既有的TH案客户。 但对新申请TH案的客户来说,银行进行供款负担比率及计算压力测试时,会以新的所息上限计算。 以500万元贷款压,还款期30年计,利率由2.5厘升至2.75厘,每月供款会由19756厘,升至20412厘,通过压测的收入,会由47316厘,升至48632厘。 二,银行站不远加P,今次大行上条新TH案所息,基本原因是利息成本上升,近几年T出的H案,条件一般为H加1.3厘,P减的所息为2.5厘。 当H升穿1.2厘后,客户转移所息供流,拆试进一步上升的成本压力便转移至银行。 银行要缓解利率成本上升的压力,可以考虑上条最优惠率,P,或像现时一样,上条新TH案的所息。 但一般认为上条P,会牵一发移动全新,例如市场会期望银行一拼上条存款利率。 现时银行先行上条H案的所息,一定程度显示银行仍加P为最后手段。 当然,上条新TH案,不会增加既有案揭态款的利息收入,加上市场仍预期未息在年底前会持续上升,香港最优惠利率上条,只是时间及幅度的问题。 3.转案有因下跌,银行上条H案所息,暂时不影响H案既有借款人。 但新旧H案的利率拉阔,却会减少既有H案借款人的转案有因。 如新,旧H案利率条件一致,不少借款人会因为现金回赠而转案。 但当新TH案的利率上升时,是否仍值得为了回赠而付出较多利息,便要小心计算。 当市场上的新TH案所息普遍上升后,预期转案需求会出现较明显的调整。 3.转案